我在您那儿还看见 一个人物挺传奇的 说您这个商王朝 他说解放后 咱们国家这个考古队 就在洛阳那儿 找了一个姓商的盗墓贼 给他收编了 是不是 商温图 我们叫老商 就是他去世了 他去世 我还跟他送过花圈 我还磕过头 也表示一个敬意 因为什么 他早年是盗墓的 可是后来改协归政了 成为了考古队的一员 而且做出过大贡献 他做什么贡献 北京大宝台 航墓咱都去过吧 马先生肯定去过 去过去过 对 大宝的航墓 是71年72年吧 对 大宝的航墓最早 康套发 就是发酵之前是康套 康套是谁去呢 就他去的 最早的时候呢 是有两位科班的人 去调查了一方 说这个地方有一座大墓 这个保存王好 后来 老商和一个 一个一位姓白的 他们负命 拿了洛权厂去戳两下 结果戳了以后 他们也不是写什么纸面报告 回来就跟 那什么所长叫夏奈 跟夏先生说 说我们去 庄探过了 是两座墓葬 都被盗了 你看跟前面 我们那个说的就不一样了 结果一挖出来 人家说的是对的 你对这个老商 他有什么神奇的功夫 在你们考古工作者来说 老商呢 因为老商个不高 我对他印象就是属于 我一看就看就很精干的一个老商 我去做考古队长的时候 盗墓多少年 他早年盗墓多少年 那个可能盗得很久 你想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都是都是行话 我们叫铜姑 叫铜姑吗 他叫花叉子 花叉子 花叉子 然后我们叫 我们叫这个方仪 他叫小庙 小庙 像个庙一样 清通气 小庙 然后呢 他还能收拾价格来 我问他 我说你 我说你这个小庙多少钱 他说那是小庙四千大洋 四千大洋 挺贵的 挺贵的 然后花叉子 一千五 他那很有钱 后来呢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就干不下去了嘛 他很精 是不是给抓住了 他放学习班 改造他们 在学习班上表现积极 表现积极 实时务 然后技术又好 直接就收编了 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洛阳铲 拿起洛阳铲 拿起新中国的洛阳铲 他们的绝招就是说 这个铲一下去 土一上来就 对土的感觉 他生活在 因为中国 中原地区 主要是在华北地区 都是黄土嘛 他们天天跟着 对黄土本来就熟 非常熟 然后呢 他那个洛阳铲 一戳下去 洛阳铲前面不是一个 半圆形的吗 对 一拔出来 他属于推 他就能把这节土 给他推出来 推出来属于捏 他就是这个土的硬度 什么样子 不用看 不用看 他不看 因为我这个是我跟他交流的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老商不太 因为我做考古队长嘛 这个就要跟大家混好嘛 对 老商今天就去看看 老商都不太打理我 后来熟了以后 我就问我老商 这不打理我 老商说 你们不中 你们不中 不行 就是你不行 后来我就跟他聊嘛 他说你们 你看你们啊 打撞 带出那个土 就要掰开看 像我们土掰开 你比方说 什么叫文化层 什么叫深土 深土就是人类没有动过的土 叫深土 文化层就是人类来了以后 人工刚遇过的土 一般我们叫指标 什么指标呢 我讲四个指标 最常见的指标 这个土一出来 我要看得见 陶片 就是陶片碎片 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什么呢 烧土点 烧土块 人类要烧火的嘛 烧土的火 点点心子 第三个是木烫 烫样 烧土也要烫嘛 第四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土啊 它的结构 土的结构会变 因为自然的土都是成绩土 它层里很清晰 或者像黄土 结理很好 但人一干预后 它这个地方弄掉 把它混在一起了 今天是个花筒 所以这几个指标是我们看的 就是要看 但是老伤呢 他不看 他说我怎么看呢 我们都是网上 他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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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敢点亮 而且是这样 所以只能靠着 关键还是在别人家这里 那就完全摸 到我屋嘛 他说我都是摸 他还要说一摸 一摸我就知道有不有 有不有这个这个墓葬 他好多那时候叫盗墓嘛 他不像我们要除了 这四点都靠摸出来 靠摸能摸出朝代吗 他不是 他是摸底下有没有墓葬 因为墓葬是这样 商代的墓葬有个特殊性 他挖一个坑下去 然后呢 把棺材放进去以后 人埋进去以后 把器物放好 然后填土 一边填土一边打汗 一边填土一边打汗 所以墓葬的填土 仿道是硬的 他打过汗的 墓边上的土仿道是松的 所以这个盗墓贼厉害在哪吧 当然老商属于改良的盗墓 改良的 我们叫做老商同志 然后老商是什么呢 他们属于什么 就知道挖木头怎么挖 你看我曾经 这样一样挖一个墓地 我就碰得过盗墓高树 虽然它是谁我不知道 我一看这个盗墓这个痕迹 我就知道这是个高树 怎么说 你比方说 假定说这个桌子上 这是三座墓葬 在这三方水果 那么这个墓葬 他填上的时候打过汗的 对吧 这个三个墓葬位置是固定的 最笨的盗墓贼 他在这个地方挖 就挖不着嘛 就挖的都不是地方 但是最厉害的盗墓贼 他并不是松的开始挖 他在哪挖呢 在这个墓葬的边边上挖 因为边上的土松啊 哦 挖下去以后 挖到差不多深度的时候 横着一掏 在打横动 打横动 它是最快的 我就见过好的这样的 就是这个 切边 那他先抵用洛阳铲 等于把这个墓的基本的规模 轮廓画出来了 你看涛哥厉害 你要看这个 有点激 老洞同志 那叫卡边 卡边 就是卡这一圈边 通过洛阳铲 把墓葬带放为卡出来 除了卡边 卡深度 知道了以后 你看边在哪里 我知道了 深度我知道了 我在他边上 一般是挂脚 他甚至到一般木段 头朝北的比较多 嗯 那隋段铲的位置 头部或者脚部都有 那么他 动物仅仅多了以后 只会知道隋段铲针动器 放在脚端 或者放在头端 从哪打洞 他就在脚端 或者打一个洞 还一掏 高效 啊 全城黑暗中就都操作了 你看我们从老商说到这 这个老商 老商是不是这么干 我不知道 但是老商一定有这个水平 在我刚保证 哎呦 他很有经验 包括傅豪木的发掘 傅豪木的发现 也是一个叫何正方的 但我们都认识 老何 盗墓的 老何不是盗墓的 老何不是盗墓的 但是安阳有盗墓的传承 好多经验就传承下来了 这叫傅豪木发现的时候 就是何正方打的打的场 何正方我也接触过 也是个老先生 我见他现在肯定已经去世了 也是够不够 很一看长得很精致 都是一个小时候 他长 然后地下有什么现象 什么痕迹 什么地层 清净的 其实现在我也能分成 那不是太复杂 你学学我不用那看 你知道那个 你注意看一些 这个展览都有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不是像你那个说 他们完全一样 那个土只要一搅动 生土和手土是看得见的 但是呢 它是有的时候 它有人 它有丰富的经验 救中国的那个盗墓贼 是 你说的盗墓 他说他是个手艺 他是靠这活着的 那时候也没人管嘛 你现在是因为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无法管着 所以为什么不能盗墓 当然不能盗墓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盗墓啊 它其实破坏了很多考古信息 是 就比如说因为呢 它这个东西 在里边搅和的乱七八糟 其实本来呢 你看就像他说的 不同的土层 东西摆在哪 能判断很多 比如说就是您刚才 一问题还没说呢 他发现这个环北商城 这个土 为什么被烧的 都是酱红色 这个能判断出一个 什么信息 我的观点就是 很可能是政治事件 是吧 大家看得见 它为什么不是 烧火呢 它不是烧着一座 整个工程就先烧了 那么大的建筑 1.7万平方米 院子就1万个平方 那不是普通的人 那烧的是政治家的 办公场所呀 对吧 这个很重要吧 那么为什么呢 再看这个 商王朝 从建国 承堂建国 到商中王施国 特别打击 是吧 施国 这个王系是清晰的 本来呢 他是 这个 父位子承 就父亲的王位 儿子继承 兄中弟脊 是吧 兄长走了 弟弟继承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继承的规则 商早期 商晚期 都对的 只有商中期 叔叔的位子 这个 侄子的位子 叔叔可以夺走 叔叔的位子 他就乱了 这是一个 这个感觉 不像这个巧合 再看呢 文献里头 有个说法 叫商王朝中期 这是司马迁的 英本记里的说 叫 比九世乱 就是 商 就是 商王朝中期 的时候 他这个王位 传承就是乱的 刚好 这个山中期 刚好是山中期 而且 你想想 如果是一张火 烧掉以后 他有可能 还要重建吧 对 这个就算没有重建 哦 所有种种现象 加到一起 我宁肯相信 是政治事件 王位 传承造成 当然这个 是我的一个推测 但是考古是 讲证据的嘛 我到目前 我讲 我只是一个推测 我相信是 但你看 我没写文章 哦 就私下里告我了 但是 你这样让我们 对这个商朝啊 你说商朝人 是一种什么人 比如说有一点 像刚才说的 就商朝人 爱杀人 杀人祭祀 是个正常现象 是 但是为什么 孔子说 欲乎 文哉 五从中 他为什么要 负州里 他不负英里 说明英州 有巨大的差别 对 当然 我叫一个 叫商周 商周 那就巨大差别 因为商人 他是杀人的 他真不保证担任 你想想 这个王林区 这么多人杀的呢 十个十个一组 那商周人数学好得很 那实际是 数学好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你看刚才那房子的台阶 台阶之间的距离是 大概是相等的 是不是 他量过 那抽走那个铜锚 是十个十个一捆 使径制没问题 你看那甲骨文 数字很好 但是商周人杀人 神僻的杀人 他什么 哪种情况下杀人 是干什么事杀人 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场合 所有的仪式里都要杀一下人 最少是杀狗 但是隆重的都要杀人 所以你看 我们挖木的时候 你看 我们就自己挖木 像我挖过很多 带着我的考古地 我挖 我可是干过很多这样的 这个 按照常论说法是不好 逃分掘木 但是呢 但是呢 我看的时候 我看见 只要是这个木是 商代的 规格高 基本上都要杀人 殉藏人杀人杀到里头 如果是西周时候的 这个现象 就基本不见了 有人甚至把它当成一个 判断杀木还是珠木的标准 说这个木 你看 杀木就是搞不清了 说 里面有熏赞人 山代的 里面没有熏赞人 西周的 你说他们杀的是什么人呢 杀的人呢 我们做过一些研究 其实甲骨人也有记录 甲骨人里就说呢 一般我们现在整理过 杀的最多的是枪 枪 枪族 枪人 枪人 许盛讲法叫 枪 西域 牧羊人也 是他们的敌人 就是 山湾朝在 以河南为中心嘛 在东边 西域 牧羊人在哪 那是陕西那边呢 陕西 刚肃那边嘛 就杀的 主要杀的那边 这是甲骨人里头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么 除了甲骨人之外呢 我们还做过很多研究 比方说用那个 铜位素 这个铜位素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失踪 你比方说这个这个像像我我是湖南人啊 我从小呃在我在香港边界长大 嗯 那么我喝的水是香港边界的 对 那么我的骨头里的 以及我牙齿是法兰质里头的 丝 铜位素 是当地的 一个记忆 对对对 但是后来我到北大上学 我在北京读书 在北京生活 逐渐逐渐的 我的骨头里的铜位素 就变成了北京本地的了 但是我牙齿里头的 法兰质里的铜位素是不变的 是永远是这样的 就是牙齿跟骨头的这个这个铜位素的水平 就能记录你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哪里 到过哪里 嗯 那么商朝的这个人骨头 我们做过铜位素 我们现在做的结果哈 做了我们做了不少啊 都跟本地 跟昂阳本地的人不是一回事 商朝的本身是河南这边的 是吧 但是杀的人 被杀的人 就是 战俘吗 就是比方说 奴隶 刚肃东南部 陕西西部 甚至南部都有 但主要是那边的 被他们抓来的外族 抓来的 抓来的俘虏 俘虏哈 俘虏 杀鸡 你想想还有 还有把头给砍了 在眼里头去煮的啊 你怎么知道在眼里煮 我看见了 你看见 你逃着 你穿越了 你看见在眼里煮了 我看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就是 最早的 我到安阳这个 这个 我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就看见 一个青铜眼里头 有个人头 然后呢 到了99年 我一同事挖木 又挖一个眼 里面又有个人头 我都看见了 我说 看见这个 这两个人头 在眼里头 然后呢 我说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眼里头 这眼是个正啊 对 他把人头 砍在里头去蒸啊 这是个重要现象 我得研究啊 眼本的就是个蒸气 中间有个壁子 底下放水 嗯 它可以烧火 但你不能靠这个 就证明它是蒸过嘛 我拿个小镊子 加了一小片 嗯 然后把它一撅 你知道这个人头 因为我摸过的骨头很多了 比如说 刚才我不是开玩笑说 我这个手上拿过操操呢 说 嗯 然后呢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小骨头的片拿过来 把一撅 因为这个人头 蒸过以后啊 撅开以后 它那个断肠是齐的 所以基本上是齐的 啊 哦 它蒸过嘛 酥了嘛 对对对 可是呢 如果是你要是新挖的人头 一个是很难决断 再给一撅 它是个锯齿状 我们都在聊些什么 考古学啊 这是学术啊 对 这是学术 然后呢 这是一个 你看如果蒸过的话 它其实这个 没蒸过 表示它一些成分会不一样 它会流失到一部分 比如钙流失啊 什么的 啊 对不对 这是这个研究 这问题是什么呢 它证明它蒸过相对比较容易 蒸的是谁 这你都看见了 它是四 不是那个 同位素 同位素 同位素嘛 你看小男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马上想到这个同位素 蒸的是不是外乡人 当然 你那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了 他为什么要蒸 这个还得继续研究 当然可能各个原始民族都有这个 曾经有一段特别杀人的阶段 你比如像南美 那个就是阿斯特克呀 什么玛雅文化 我们去那那遗迹 也是啊 没事就杀人 然后就把这专门有一个台子嘛 躺在台子上 我估计当时的这种血迹啊 人迹啊 近乎于一种狂欢 后来孔子有一句话叫 始作俑者 其无厚乎 始作俑者 俑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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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用陶土作俑 陶土或者木头的 木头的俑嘛 就是都代替了 对 最早是人 最早是人 这个这个原始的这种野蛮现象 就是全全人类的这个这个共通现象 就是它文明是一点一点认知的嘛 它主要是这里比较难解释 它为什么要争叹 我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 就可以去推 因为人类思维是有惯性的嘛 第一呢 它肯定它要不然就是要自节 就要它干净 你是不是蒸过的以后东西都干净了 要不然就是报仇 就是我把你蒸了 千刀万剐 我给你加温 就发泄这种愤怒 那要干净就有可能是祭祀 你知道吗 它要干净的东西 你看现在祭祀啊 现在有时候 香港拍个戏前面还宰个声呢 弄个干干净净 是不是 它得弄干净了 所以它你可以慢慢去推它的 这些都是推测 所以他们说这个私母物大方顶啊 说可能是整生 就是那么大啊 整只猪啊 整只牛啊 甚至是 那个里边煮它 这个有一些 有一些道理 有点 马上讲那个也对 它有线索在后头 你不是说 刚才我说我不回答 我回答不了 是因为 从学说起来要深重一点嘛 但是这样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被杀的 这个事啊 还是可以做一点点解释的 我们甲骨文 这个是大家都熟悉 但是还有一种文字叫 叫头骨课词 就人的天灵盖 上面刻字 刻的什么呢 我说两例 一个叫 祖以伐 祖以 就是这个 它祖先伐 就是 看头 割掉头老袋 然后 一个是 方伯 用 方伯是方伯 就是方 就是 另外一个小国家 对于商风中来讲 那叫方 那个国家的伯 伯就是他的首领 或者 另一个王 方伯 用 这两个 天灵盖呢 都是什么 商王朝之外的 别的国家的老大 所以这个 这么一结合的话呢 有可能是复仇啊 或者 祭司 什么诸子类的 这个是可以推测的 但是你这个 从学术上讲 我只能讲到这 您说这个 发现这个商城 那就是说 它有那么制胜的 那时刻 比如我这一下子 这一场下去 我终于知道 有东西 但是不是会 也有那种漫长的 等待 或者甚至是 无用功的时期 就是我 我其实这个推论 或者 我也花很多的时间去 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在默默的 默默的做事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这个快感在哪呢 快感在于 你知道了一个 别人守不着的 就你知道了一个 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 你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了 所以我还没说 还有没说的 这个不行 还有谁没说 我做过很多失败的事 做不成 或者做咋了 那我找一时间 我专门讲我的失败 这就说到 我说到无物保护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做考古其实很难 好多理念上的东西 我过去的时候 我就要讲这个话题 我就在一个 在一个央视的一个 一个直播会上 我就讲这个 我用文物修复的问题 文位出来 马上就说 一帮科学家 说赶紧保护 你不知道 你的保护本身 是个危险活吗 你不知道 你的保护 要损失很多信息吗 甚至破坏文物吗 第一件事 第一时刻 不要想着保护 既然挖出来了 第一件事是记录它 它的形貌 它的结构 它的材料 它的所有的信息 先记录下来 万一你在保护的过程 把它失掉了 怎么办 这个是个 这个是个介质吧 毛笔的墨 是另一个介质 如果这个例子上 在画的话 墨是会渗进去的 表面上你看不到了 但是它可能 滲到这个底子里头去了 我用适当的设备 我就能把它做出来 这叫科技 可是你为了保护它 往野药泉里头一泡 往蒸馏水里一泡 那肯定就没了 保护的手段之一 是往水里泡 蒸馏水 蒸馏水里泡 或者是以迷野药泉 这种东西泡 啊 我们这节目应该上点科技之事 对啊 水是隔绝空气的 因为本身有的 尤其南方出土的文物是湿的 有的本身 你看那个增口荧幕 大家都看得见吗 那是完全所有东西 都是泡在水里的 那你拿出来 最好还隔在水里 它就跟空气隔绝了 这是一个暂时的保护 但是有的像 像唐队说的这个是 你这东西一开始 先要采取信息 如果那个信息当时能看 你给一张照片 都管用 因为咱们有很多 你这就都公开信息 那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 彩色鲜艳 有颜色的 颜色的信息 但你搁那 大概半天以后 颜色就退掉了 那洋化的很快 很快 很快 文物特别怕洋化 那个 那个 那个考古报告说 那个十三零 那个出土 那眼瞅着 就是 就不行了 那要如果说 刚出来第一时间 巴拉先照下来 20年前的我 和今天的我 做发掘 我的发掘的方法 发掘的理念 发掘的手段 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这学术就是在进步 富豪墓出的 尤其富豪墓出的以后 哇 好漂亮啊 看啊 摸呀 其实我不太主张 这个 我是不太主张 就是用手 就我们就用手去摸它 你知道为什么呢 富豪墓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同情 包括其他的商量 这个 这个好多地方都是 可能富豪墓过的 富豪墓的时候 比方说有个 富豪墓里出 出个预像 非常漂亮 这个预像摸得很光 那个说不定 就是富豪墓过的 他墓了以后 你再去摸摸摸天 啊好漂亮啊摸摸 假设有一天 我可以从里头 提取富豪的DNA 然后就变成你的了 富豪墓过 上面还有他DNA 指纹 能存三千年 你不能排除 这种可能性 科技的发展 我跟你说 我 我最近做了个研究 我 把深圳的 这个 就是深中通道 不是修深中通道 从深圳修个通道 修到那个 那个中商嘛 深中通道边上挖了 就发现几个六千年前的坑 出了一堆陶器 没有这个 这个是陶府嘛 嗯 我把同样的陶府 但是六千年前 深圳的陶府拿去 做热裂解 这个设备叫 气象色腑制补仪 因为这个东西 比方说当年煮过鱼汤 嗯 他不断地煮 煮肉煮鱼汤啊 他那个时候的脂肪力 是不保护脂肪酸 就散到里头去了 我把它碾碎了以后 嗯 收集它的气体 嗯 就可以大概去知道 它煮过什么 天哪 煮过什么 对 这个是我 我跟北克大 那个这个威术威 教授我们做的合作 我们就发现 六千年前的深圳人 煮过蜂蜜啊 哦 你能你能这样 把它的分子给提取出来 所以就不不确定说 哪天我们提取复好的 这个这个 复好的DNA 就是随着这科技 然后 对 我们不可预料 我们就不可预料 所以现在就要把所有的线索 先收集住 你比方说 我先给你讲一个 您肯定是 这个话题一定会有兴趣 嗯 我们曾经挖过一个青铜鹤 嗯 挖出了以后 这个地方 掌了锈 就要掌锈 但是 这个下巴已经不掌锈 嗯 你以为这是什么简单的事 他不掌锈是因为 当年用这个盒的时候 他老这么抱着 往里倒 抱着倒 人的各种油脂啊 什么的东西 把这个包裹起来了 嗯 干干净净的 这个嘴 这个这个流这个地方 他他不不老去摸它嘛 他要干净嘛 然后大文道 对 全是锈锈 这个时候一点锈都没有 包浆啊 那个是那个时候 3000年前的包浆 我觉得这个事就值得重视 说不定哪一天 就把古人的电影给弄出来 对 弄出来那个几十年后 这技术发展了 复制一个富豪 活了 我们可以掌握一下 又说像了恐怖的那一端 对对对 哇 这个太神奇了 马爷您这个 这么喜欢这个古董 您觉得跟这个考古 是个什么关系 嗯 考古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呢 它通过科学手段的发掘 还原历史的一个真相 文物它一旦脱离环境 文物有很多种 一种是传世的 还有一种是出土的 出土 我们先限定为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一旦它脱离那个环境 它的信息往少了说丢一半 就是 你比如说我们很简单 呃 一个器皿它搁的左边和右边 它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你你你扔到这社会上 这个就就丢失了 所以考古 当然这考古的历史并不长 考古有100多年历史吧 从上个世纪 对 考古并没有多长 我们考古 你像吕的林的考古图什么的 那中国人考古原来是考据 是论证 对 后来我们是借用这个这个词了 这个词很早 宋代就有了 其实考古作为一种科学 它还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 而且考古 考古有一个就是你听着 唐队在这说的那么热乎朝天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苦的过程 小楠就是一副一副就是看电影 不嫌事大 老实说什么惊险啊 什么刺激啊 他没那么惊险和刺激 大部分时间是枯燥无味的 对了 就浓缩成现在是精心勒获的 没有回答你那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那个精心 我跟你讲个例子 过去是交子 这个北宋代的交子 再往前铜钱 铜钱 然后什么什么铜宝 五猪 半两 商代呢 海贝 对 但是有人说海贝不见的是货币 你凭什么是货币啊 然后呢我就想着 如果商代海贝是钱的话 那么海贝在出土的现场 一定有个数量关系 对不对 是三个一组还是五个一组啊 我就找了一百多座墓葬 然后我就去数那个海贝之间 这个部分是几颗 那个几颗数 你想一百多座墓葬 一个小纸包给它包开 我鼓到一个礼拜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比较胖 夏天天天到这儿 然后可是弄了两天以后 我的前任杨先生 杨先生过来 你干什么呢 我说我看看那些海贝有数量关系没有 有竞争关系才是钱 没有竞争关系 是不是钱 人家这个这个要考虑一下 哦 然后我就发现他每天过来看一次 每天过来看一次 然后呢 最后我弄完了 我一礼拜啊很累的 然后我没有发现任何规律 我就很局上嘛 嗯 他都杨先生过来 怎么样 弄弄了没有 弄弄完没有 我说弄完了 有规律吗 我说没有发现规律 我早就做过了 没发现 对 还挺有搞的 最弁的 你怎么可以 咬high 咬快